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爹地媽咪 又到了Marvel天地的時間 又是我Meva棉花陪著大家 今天我們邀請到 羅Sir和阿賢一起和我們聊天 因為之前那一集 羅Sir的畫室 除了教小朋友畫畫之外 原來在他們的發展學習成長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羅Sir也接觸很多 在他們學生當中 會有一些特別在發展上有障礙的小朋友 例如自閉症 活躍症等等 而阿賢 我知道你剛剛來到羅Sir的畫作教室 是有一段短短日的日子 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左右而已 短短的日子 但你本身是一位畫畫的導師 也教了一些 但是年紀比較小一點 是介乎不到五歲左右 我之前就教了年紀兩年左右 但是在一些琴巷裡教的 是的 來到羅Sir的畫室 讓你又想到一些 和之前的 接觸的小朋友有很大的分別 你當中有學到什麼呢 其實我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的心想其實也差不多 但是呢 到一開始教的時候 所以我也是用我平時教的 小朋友的方法 但到接觸到那些 可能有些自閉症的學生 那些情況之後 其實都會發現 其實用那個方法 你要有一點點轉變 可能你要放多點耐性 或者你要去想一些方法 去引導他們 那個難度會不會覺得 都挺大的挑戰 因為以前是沒有什麼機會 去接觸到的 都會的 很大的挑戰 到現在了 短短的日子 你自己覺得 你的處理方法 又或者真的出來 學生的成績 那個進步 對於你自己來說 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呢 都會的 開始接觸那些 自閉症學生的時候 他們可能 我未習慣 有時可能會用一些 比較強硬的手法 即是未懂得給他們一些空間 對 即是都是把老師的那種 對 你要這樣就這樣 對 但現在慢慢你學懂 用一個方法 去令到他們 跟他們接觸 即是可能你不是靠 說話跟他們接觸 有時你某些動作 表情他們都感受到 對 慢慢他們會聽你說 慢慢畫出來那些話 都感覺上會好很多 嗯 有沒有試過 如果一些經歷 都令你很難忘的呢 都有的 之前就試過 看過一個自閉症的學生 就是 他不懂得怎麼說話 他只懂得用一些 有些音去表達自己 單音 對 但他會有時 一激動在上來的時候 或者你見到情緒不太好的時候 他就會去扯人頭髮 或者扯你的衣服 有沒有扯過你呢 對 扯過我的頭髮 對 你長頭髮 對 剛剛來教育的時候 我是不會乘邊的 對 平時的形象就是 流長頭髮 對 老師的形象 對 到慢慢經過那次之後 就知道 可能扎了哪個畫 會比較好一點 嗯 對 到現在 你覺得 其實這班小朋友 都不太難相處 會不會呢 習慣了知道他們的模式 應該怎樣 避充就輕 或者好好地大家去溝通 這樣 對 如果跟他們溝通 現在覺得 其實他們某些時間 其實是挺可愛的 對 某些時間挺可愛 不反抖的時候 其實每個小朋友都一樣 他專注在一樣東西 每個都很可愛 對 你見到他聽話 是可以哄到你開心的 對 我想當中 跟簡老師 以及羅老師 一起畫畫 無論帶朋友 還是小朋友 都一樣開心 因為畫畫應該是 處著一個開心的環境 開心的狀態 開心的氣氛 對 駱Sir 你自己又怎樣看呢 在這個畫室裏面 接觸大朋友小朋友 因為很多時候 你說家長都可以 在課室看著小朋友的情況 變成一個很好的中間媒體 不是單方面的老師教學生 而是旁邊的家長 就會知道很高透明圖 知道這位老師 教他的小朋友 會有甚麼重點 從而帶回到家裡 可以持續到在家庭環境裏面 繼續去改進小朋友的成長發展 我在這裡看到其中幾樣東西 譬如那個小朋友 畫不畫到東西 他好像說有甚麼幫助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的 家長他們都很急 或者很想要快些達到一些成效 最重要是畫得漂亮 對 通常就說 我來學就是想畫得漂亮 對 但有些人會看到 我不是要他達到甚麼 我讓他有個舒服一點 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即是說已經這麼大壓迫 就讓他有個快樂一點的童年 對 其實我覺得這種心態是對的 因為有些家長就是 即求成即求分數 我們畫畫最重要 覆覆畫要獲獎 覆覆畫要貼堂 而反而我覺得失去了 這個畫畫的趣味 最終的趣味是失去了 現在很多的家長 或者普遍 不止於我這裡 很多去第二堂學 他們都很強調 想要快些去參加比賽 因為他們想證明到 我的兒子 行不行就在那裡看得到 但有時候的比賽是多到 根本可能是 某些商場和某些銀行 搞的一些公開 我不是太想參加太多 太濫去參加 所以我會選一些 有意義的比賽 或者真的可以發揮到 小朋友的那種才華 所以都要看回 扮演這個比賽的目的是甚麼 有時候有一張圖 已經畫了一張圖 給你填顏色 你根本就想不到一些東西 在背景上 所以我最好參加的比賽 畫面是白色的 你自己可以去構思一些東西 是的 不如我們現在就分享一下 學生的一些成果 當中也看到 他們是不斷中步的 這個也是一個有自閉症 有過度匯瘀症的 這個是她家長說的 她九歲才說話 她來我那時候就11歲 你看到她畫一些男士女士 其實她是記到很多一些不同的 牌子、logo、招牌 那些東西 她畫很多這些東西 是的 她有過度匯瘀症 有時候是 她媽媽說來之前 她們會要上山、下山來 令到她可以舒緩到一些她的精力 那天她來到 她不斷到處跑、到處跳 到處推一些東西 她說 今天我們遲起床 沒有跑到過山 然後就會令到她 好像有那麼失控 即是儲了很多的能力 是的 因為早上爸爸媽媽 經常要跟她跑山 等她抒發了 但那天真的剛好睡了 不能抒發 她就在畫室裡面繼續抒發 因為她很自然 還有有時候她會來到 她媽媽也挺有股氣氣的 她經常會說 這次來到 畫到那張畫 你跟我說些什麼 然後那張畫 就是要畫她 原來她跟她媽媽角力 那時候就撕她媽媽的肉 大家可能會打過來 是 然後來到 就畫回你要怎樣去設定媽媽 或者是你要 其實剛才那張 有些交叉位 就是說她不對的 她是怎樣 對的她是怎樣 然後要她說出來 她現在說到話 因為她九歲才說話 但她現在說到話 所以媽媽都很主力地針對 溝通能力 要訓練她兒子 因為她是九歲才開始 真真正正正有說話 有言語 有言語 那種 當然是遲了很多 發展是遲了很多 那就是爸爸媽媽很用心地 要多些讓她有機會訓練到 加強那個語文的能力溝通 好 接著我們看下一張 先看看 這張又是類似的 要說要認清你自己 例如你的外形 你的表情 這張是畫得幾次 去真人的樣子 有大耳環 她其實想畫個耳珠 然後她也都是 就是畫回她 我們要她知道 是那個背景 就是背著那個是她 所以她是說 你這件衣服 轉著臉是怎樣 然後要她自己拔來看看 都會有這些東西在 挺好的 這是認識自己 通過這個雜作 這張是她突然間有個變化 你看到她的頭髮 她說她是媽媽的 很漂亮 那些頭髮那裡 突然間她會畫到 其實很多會有自閉症的人 她都會畫到一些 質感的花紋 她就畫到她媽媽 好像一碟意粉 那些頭 我覺得很漂亮 她畫了線條 她是由這一張之後 一陣子之後 那些會有看到的 她會畫很多 有關的質感 例如Pattern那些東西 那旁邊就有一些 筆錄紙的東西 那是那些什麼來的 是跟她定過過程度的 她經常很喜歡吃東西的 但是她經常 她媽媽說 我被她玩死 她早上去這裏吃完東西 下午要去李漁門 然後去到那些全部很遠 再去另一站很遠的地方 那她媽媽就跟她有一個約定 她說 你要去做了我 要你做的一件事 我才去一個你想去的地方 那每做一件事 就剪一剪 這樣去 是 這種溝通方法 是 可以嗎 對 她懂得跟你去還價 對 因為她有寫下 對 小朋友都說 我和你一起均真 我都會寫下 媽媽有承諾到 我就剪一剪 然後我又有承諾到 我就可以得到媽媽的一個讚賞 或者我想去哪裡吃 吃這個薯條 那大家有個約定 是 這個方法行得通 她們是 她兩個之間還可以 有時候我會加一些 什麼時候去哪裡 或者什麼 而且她會自己上網 找很多不同的食肆 去選 我要去吃什麼 去做什麼 挺好的 她的動機性 就是 令到她有這個動機性 就算說 我不知道有什麼計劃都好 上網去找資料 所以現身下來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媽媽經常說 養這個東西 要很貴 比一般人貴很多 今天也是媽媽愛她 對 好,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聊得很開心 下一節回來 繼續跟多些小朋友的畫作 跟我們一起分享 謝謝大家 由漁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繁榮 你和我都有出力的 各韓國業都有漢馬功勞 你在哪些行業曾經出力過呢 我又在哪些行業默默耕耘 透過各韓國業的前景 是有志者朋友尋找理想的地方 各韓國業 你不用錯過 他是延長的時間 我吐薯 叫我 你快餐 我快餐 還有沒有 那 heroin 在那裡 蠻味道 有你能不去 有你能不能去 那你氣味道 在那裡 也你養口 有你養口 那你會養口 你會養口 你活得 我是永遠 以前在電台 什麼音樂人都見過 很多大人物都訪問過 現在我準備了這間會客室 訪問我的一群好朋友 每集他們都會跟大家 講一下近況 聽一下心事 想知道如何享受優質生活 安琪會客室 約定你 準時見 視頻到A Plus 優質生活台 優質節目帶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飲食 高消費娛樂 金融財經 時尚潮流 品味消閒 衣食住行 吃喝玩樂 應有盡有 還有玄學宗教 寵物護理 名人專訪 啟發你的思維 擴闊你的視野 一個真正享受優質生活的頻道 由A Plus 開創 繼續回來貝補天地 剛才我們看見幾幅畫作 可以表達小孩的內心世界 和他們發展經歷的進步 繼續,郭老師為我們介紹吧 現在這一張我們看到的就是他很喜歡畫一些花紋的 這張是他最後畫到這樣的 他現在就完成了紋 臨走之前畫的 這個不用你用手抓著他畫 他完全全畫到很漂亮的構圖 而且顏色很想沈絕目 很有趣 我覺得他的世界是 他很喜歡花紋 但我們逐漸這顏色叫他自己試多一點 你說一下 其實我覺得顏色的配搭是很漂亮的 而且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讓學生自己去 會問他你喜歡甚麼顏色 他可能會指給你看他喜歡哪個顏色 總之是他們選擇 然後他們要甚麼顏色 我們會幫他點一點 然後讓他繼續畫 所以這幅畫我覺得是 我自己都會喜歡放在自己的書房都會對著他 雖然他在畫怪獸 但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兩隻怪獸都很開心的 但給了一種同身的感覺 好 接著下一張 我們再看看 這個就是另一個學生 他是長大的兒子 但他經常像四格一樣 他這個講環保 他有一個過程 說怎樣破壞了 有甚麼破壞了 最後一格裡面有幾樣東西 就是怎樣污染 又可以用哪些發電來幫助地球 還有他讀國際學校 所以寫出來的全部用英文 是 因為他們都喜歡用 因為羅Sir的教法就是用四格漫畫 那種形式 這個我們上一集都有提到 是訓練到他們的邏輯性思考 連貫性等等 這一個是非常有趣 下一集就會見到這位大朋友 剛才說他已經18歲了 現在有時候會被他畫一些寫實的東西 照著來 我就當作普遍的大人 畫素描 油畫 這樣去畫 畫出來很高水準 還有他我畫畫其實我覺得是其次的 主要目的是 我想說回他現在 他會去一些自閉症人士的機構 幫助一些小朋友 他說去看以前自己 或者他以前經歷過這件事 他想畫間接去做一些東西 幫到下手 好好的這位年輕人 對 還有剛才畫的質感很有趣的那個 他也有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他現在移到瑞典 他媽媽說 他媽媽說 他們被一個機構 在研究他的畫 由他開頭到後來的轉變 就在研究究竟他這個案件是怎樣 但還沒有那個報告給他 但他就說臨著情 說會有件這樣的事做 這個挺有意義的 最近爸爸媽媽又去支援這件事 希望可以幫助更多的關於自閉症 有這個學習發展上外的小朋友 好 接著我們再看一幅 這一張他也是一個有自閉症的小朋友 但前一陣子就有一個全港自閉症的繪畫比賽 他只是接受自閉症的人士參加 接著他就拿了一個全港冠軍 好厲害 我們就經常會好像說 他因為他有時候畫的時候很快手 一堂可以畫三幅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讓他這麼急 然後我經常會說 全港冠軍 我說你現在已經做了全港冠軍 我說你要去調節各樣東西 經常會這樣跟他開玩笑 所以通常有障礙的小朋友 他們都是很急躁的 都會性急一點 其中會有這個 有些很慢又不理你 有什麼都有 哦 所以他過分急進的話 老師亦都要去調節他的平衡 就是不要下下就好像暴跳如雷 或者那個性格很激端 拿回中間的平衡點 他們就是需要在學習的地方 裡面去著墨 也是 嗯 挺好的 他說學習當中有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一個獎項 對於他們來說 人生有一個很開心的一個時刻 很開心的 他媽媽那天說他家常常拿著一個東西到處跑 哈哈 很自豪地 告訴朋友和親戚聽 嗯 我在那裡煩惱 他會很少時去按鍵盤 手機 或者搞別人的電腦 媽媽經常說 你是不是想我收回你這個東西 不能搞這些 然後會讓他平衡 是 適當地要去限制他有些可能過了火圍的情況 或者是太過極端的情況 做家長的要適當地收回來 還有好像剛才所說 要跟他制定這個君子條約 是嗎 是君子約定的 有來有往 這個是家庭的相處之道 羅Sir真是經驗豐富 他有時候很有趣 他的鞋子有隻公仔黏在那裡 有時候他做了一些我們說不讓他做的事 我就扭歪了他的公仔 他很緊張 我一定要那隻公仔 要放回某一個角度 是是是 然後他一做那些事 我說你這樣做 我又這樣做 然後他很緊張 他就不會再做 是一個很瘋狂的 我覺得他是這樣 又對 他自己這麼在意 小小的分岔 他一定要做到漂亮 perfect 其實是好事 但是如果另一方面他做得不好 有其他人就會影響到他 是的 就是羅Sir說真的洗環手了 我扭歪你一點點 但是大家是一個很公平的條件 誰做得不好的 就要有少許懲罰 做得好就有獎勵 這個也挺老身常談的 大家要一齊有共識 最後我知道羅Sir 阿簡 還有我們剛才 之前的一集 潘 三位老師 對於這方面 有成長發展障礙的小朋友 很想很熱心幫助他們 亦都會創作一個畫集 去給各界人士多多分享 包括我們的普羅大眾 去了解多一點 我想那本 他本就是關於一個腦退化症 為什麼我剛才會想做腦退化症 是因為我自己公公也有這個疾病 開始留意多一點 發現了原來腦退化症 在社會上已經是很普遍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疾病 給他們的感覺是不好的 就是負面的 但是我就覺得 想他們多點留意他們 可能就是希望在一個繪本上 就表達到你們多點留意他們 可能你會在裡面發現了很多樂趣 這個非常之有意義 當你創作的時候 會不會加入了自己 你說你的長輩也有這個問題 從他們的生活裡面 就是畫作裡面的一些靈感 因為畫作裡面 會說一些關於腦退化症的資料之外 都會說一些他們的特徵 有時候的特徵 例如他們會買了一條裙著 其實是因為他們控制不到的 例如這些比較有趣的 我會想用畫一個形式出來告訴大家 對 一個輕鬆的手法 帶回有這個病的病人 最重要是我們作為… 即是我們沒有事沒有幹 當然非常之好 但亦都要關懷我們身邊 有這個無病的人 對嗎 如何幫助他們呢 透過這個配伴 大家就有所啟發和得著了 然後呢 朗Sir 幫忙介紹 潘老師的畫作是怎樣的 潘那個呢 其實我們畫室那裡養了一隻小狗 那隻小狗是被人不遺棄的 但尖端就說 先放在這裡 幫我看著他幾天 看看就走了 然後我由一個不懂養狗 又沒有興趣養狗的人 然後就好像… 而且他的狗的脾氣都挺差 可能之前被人中慣了 是… 那他是因為人家以為有病 最初遺棄他才的 那我又要經歷帶他去看醫生 要照顧他 但有時候他會有些行為 都會搞到你很難頂 是… 然後我們又覺得很搞笑 我們開始就… 可能是拍一下他的相片 說一下他的事 然後我又說 不如再變成一個漫畫吧 那我亦都… 我那麼多時間 那我那個助手的潘 他都… 他畫一些東西挺有趣的 就是… 我又說不如讓你試一下 那接著他畫畫一下 他就想了一個故事 然後就… 我們就想去… 就是好像畫得回 一個人去養救之前 有沒有去… 畫很清楚 但是那個過程也都經歷的時候 真的有一些位是… 很難頂 可能就是… 我又不想要你了 那這樣的東西 好像畫得回這些東西 拿出世界 拿出來 大家會有共鳴 是 而駱Sir呢 你自己也有的 這個創作 我就有一個會去畫一些自閉症人士 有時候他們可能是失控 或者是發猛那樣事 或者是他們怎樣可以跟外界世界 怎樣可以協調的東西 是 那我會想了一堆那些漫畫的角色 人物那樣去畫 但是其中我會想到 例如我會畫一個自閉症 那個是一個圓筆機 全部都是一些畫具 文具 將它以人化 但是那個圓筆機呢 是那些找手攪的那些 是 那一啪的時候 它就會打開 那個箱好像肚子一樣 把圓筆碎出來 然後自己在地上點來點去 還有那個圓筆機一拔出來 後面一弄 它就會彈下去 它就會拍一聲 是 我會用這些來 好像代表他們日常 他們會說 失控的時候會做的行為 是 這些就好像說 拔頭髮那類的東西 但我就不需要 完全去畫一個人物 出來做這些東西 明白 你當中 我都要代表我拿上去說 拿上去一個很熱心 很有熱血 很想幫助成長發展障礙的小朋友 想幫助他們多一點 在你的畫室裏面 除了教導小朋友畫畫之外 你也有個抱負 如果是來自一些階層 小朋友都有很多問題 但外於父母的經濟環境 不能讓他們學習到 無論音樂也好 或者一切藝術或畫畫也好 你都願意地不收錢 教他們畫畫 希望可以真真正正幫助 這些小朋友 去一個平衡的方面發展 我這一個 羅Sir 敬重你 非常之 今天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 說到這裡 也很捨不得 今天的媽寶天地 到最後一集 不過也很開心 因為很感性地 要感謝各位的爸爸媽媽 捧場我們每一集的 媽寶天地 我自己一得著 亦都非常之多 最後如果各位朋友 對於我們今集的內容 想知道更多的資料 可以打電話 就是23091568 再一次多謝羅Sir和大家 我們有機會 媽寶天地再見了 拜拜 拜拜